以替补的身份有一支的安打 目前呢 加起来只打了三个打数而已 三个打数 一支的安打 其实也是 徐立成也比较没有稳定的出赛的机会 条件是不错的 速度也蛮快的 手背也稳定 在外野要把原本的阻力给挤下来不容易 在各队都不容易 牛队事实上今年 这两年苏杰隆都很稳定 另外一 还有一个张建民 还有一个张建民还没上 那如果有张建民 这样就两个位置 其实大概都只剩下 不要说一个位置 大概都剩下三分之一的位置 大家抢 大家抢 真的是大家抢 包括吴中俊的境况也不错 没错 这就是个平本领 这一点办法都没 最好是每一队都有良性竞争 重点外野手的这种打击能力要能够提升 徐立成是辅然大学毕业的选手 右头左打 现在好好的选球也是很不错的 现在一好三坏 这球呢 缩得还蛮狂的 今年呢 他在二军呢 两成八六的打击率 上来率不错 三成四一 这一球 捞到了右外野方向 右外野手往后退 再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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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厉害 厉害 扛出去了耶 哇 这时候 徐立成呢 也敲出了他 生涯的第一次的拳领打 第一次 当然要恭喜新秀徐立成了 又掌握住这个机会哦 这个球是 打得很顺啊 捞出去了 形成了一个右外野的两分打点的权力打 也使得目前分数哦 新童牛队是再添两分 变成了九比零 这个timing完全被他抓到了 那也正好右外野有一点顺风 所以哦 真的是机会哦 不但是给准备好 而且是要能表现出来的人 没错 而这几者都缺一不可 那今天苏建龙要是没有出身球提前退场 没有徐立成来做带跑来带手 也没有这一次的打击机会啊 这一帮是捞出了拳领打的大抢 嗯 确实是相当有实力的年轻的新秀 嗯 哇 这次拳领打相信会让教练团印象深刻 因为牛队当然也希望能够有更多这种长城火炮 嗯